都可以利息資本化 所發生的利息 都是當作我的資產的成本的增加 但是有個代書 我代這個房子需要100億 那我在銀行借了90億 銀行就同意撥給我90億 那90億呢 我代房子的意思是什麼 慢慢去買材料 慢慢去付人工相關的費用 就90億 我一開始就全部都把什麼投進去 所以我90億我可能一開始呢 先去買了一些地藥等等 我可能先拿給你付20億 先付了20億 我剩下70億在我的帳戶裡面 或者是我有剩下70億 還沒有動用的資金 那沒有動用的資金我當然不會 如果說我不太會理財 我就先放在銀行裡面 那銀行會給利息吧 那如果你是比較積極一點的 我70億還沒有動用的資金 我就拿一部分去做一些投資產生報酬 也就是說它有一些的收益進來 所以我的利息支出呢 就是我專門借款的所發生的利息 去扣掉我還沒有動用資金的部分 所產生的收益 就是我可以利息資本化的金額 要清楚嗎? 好 再重複一次 第一個 我們要談的這個意思 通常是資金資產才會發生通常 然後我們會用不動產為它的利子 因為不動產的時間比較長 所以第一個我們要講這個不資金資產 的時候我們會採取的 談的標準 標的是什麼? 那第二 接下來呢 好 我們要判斷它利息能不能資本化 好 第一個 這個利息一定是有 公司有實際上產生的負債 一定要有負債 你不能說我都沒有負債喔 那一百億 我公司資金雄後 我這個一百億是我自己口袋裡的錢 那我去設債 那我這個一百億是在銀行之前 總共會發生多少利息 所以我這個部分的利息 當作我的資金資產的成員 不行 所以我剛剛提到 第一個 公司一定要有借款 一定要有負債的存在 也就是說公司實際上 實際上是有利息侵出的發生 第二個 如果你是為了專案 為了蓋這個資金資產 而去專案借款的利息 一定全部可以當作我的利息資本化的金額 但是如果你還沒有動用到的 專案的金額 借款的金額 而你們還沒有動用到的部分 你去做一些其他的處理 或其他的投資產生收益的話 那你的利息 專案借款的利息 要轉入你的資產的成本 之前是要把這個 因為專案借款還沒有動用的部分 所產生的收益扣掉 以淨支出 淨利息支出 為你的利息資本化的金額 好 第三個我們要談的 如果 我剛剛講 我這個房子的貸需要是100億 然後我只可以銀行借了90億 所以下個10億呢 是我自己的錢 那我自己的錢呢 我可不可以去涉算利息 就回到我們第一個低點喔 也就是說如果公司有其他的借款 那這個10億 你就可以去涉算 假設我就是全部都跟銀行借錢 我這個10億呢 也是跟銀行借錢的話 那他的利息是多少 我可以把他當作我的資金資產的成本之名 但是有一個上限 我所有利息資本化的金額 絕對不能超過我實際發生的利息 我利息資本化的金額 有一個天花板 你就有一個上限 你絕對不能超過你實際上發生的利息 你記住我全部的利息就是3000萬 但是我涉算出來的利息有5000萬 對不起 你最多只能3000萬 因為你實際上發生的利息資助就有3000萬 這樣聽懂嗎 所以有幾個點 你要先去理解 那我們來看例子好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呢 好 中間的過程呢 你們自己先看一下 好 我們來看 這不是過嗎 不是 資產交換不是 不是 因為這個沒有那麼嚴重 我們要看的是290頁 應該說從資金資產 288頁開始 好 資金資產 好 資金的部分 你可以看一下 288頁 好 理論上呢 我要建造這個資產所發生的 直接原料成本 直接人工成本 以及其他為使這個資產達到可供使用 可使用狀態 以地點所發生的一切必要合理的支出 都視為這個資金資產的成本 好 那其他的問題就是什麼 間接成本呢 間接成本 這個先 因為裡面 間接成本 什麼叫做間接成本 間接就是 譬如說好了 好 我們說 間接成本 假設好了 我們假設說這個公司總貸房子的時候 我們大概是請建築工人來做 但是公司呢 可能是什麼? 總經理當作總公投 總經理當作總公投 好 那如果總經理呢 基本上呢 他是算他的間接成本 間接去做這件事情 那不過耳工總經理講的不是很適合 應該這樣說好了 好 我們假設我是建設公司 我現在有蓋一棟 我現在有蓋一些房子是準備要賣的 我也有蓋一棟房子是要當作自己的辦公大樓 好 那當然工人就很清楚說這些 譬如說我有兩批工人 負責公司這個辦公大樓的 這是一批工人 然後另外一批工人是負責我蓋了房子以後要賣的 那這個就很清楚 所以直接人工就是指 我專門為公司辦公大樓蓋房子的這些建築工人 就是我有一個公投而已 這個公投呢 我可能負責自己要蓋這個大樓 他要負責監工或協調 然後另外呢 對於其他的公司賣 蓋了以後要賣的這些房子呢 他也要負責監工 所以這個公投呢 他其實是什麼 負責的是兩個 至少兩個 一個是自己蓋 要自己用的那個辦公大樓 一個是蓋了以後賣的這個所謂的存貨的商品 所以這個建工就算是間接承辦 因為沒有辦法直接追溯這個 所以這個建工的間接承辦 也要合理去分攤到那個部分 你不能說這個間接人工通通不算 所以他這邊講說間接承辦 原則上也要分攤到你的自建資產裡面 因為雖然是間接沒有辦法直接去追溯 但是你在蓋這個房子 或者是在自建這個資產的時候 是會發生的 所以他這邊講說這個基本上呢 好 一定要用按照一定比例來分攤到 自建資產來吸收 好 這是有關於這個間接成本的處理 也是要分攤到自建資產裡頭吧 好 那第二個 自建損益 自建損益呢 基本上沒有自己蓋房子 我自己蓋會比較便宜好了 假設我自己如果這個相同規格 完全一樣的東西呢 如果在房間買怎麼要110億 因為我現在自己蓋所以我只要110億 那我自己蓋所以少花了許意 那少花的許意就是自建利益囉 好 基本上自建准益 有損是要承認有利益是不承認的 好 就是自建 假設我相同的東西 我跟人家買交花95億 因為我自己蓋已經100億了 好 那你只能用95億入你的資產 5億是你的損失 就是你發生自建損失的時候 你可以承認損失 但是如果你要產生自建利益 是不能承認的 你不能說 如果這個相同的東西 我對外購買是110億 我現在自己蓋加了100億 所以我承認了我10億的自建利益不行 因為你的自建資產只能承認什麼 100億而已 因為實際上只發生100億的相反出去 好 這是有關於自建損失的問題 好 那接下來要談的是 這個自建期間的利息的問題了 好 那這個大概有兩套說法 一個是這個利息呢 不是必要發生的 假設說A他不用借錢他可以蓋 B要借錢他可以蓋 但是如果利息可以資本化的話 那A 像假設兩個公司蓋的是完全相同的東西 那B可能發生的成本會高於A 他不覺得不合理 所以他認為利息不可以資本化 就是不能列利益 那另外呢 有人認為利息呢 應該把它資本化 因為就是到達可供行動狀態之下 必須發生的成本 所以有兩派的說法 所以289月告訴你說 原派的主張是利息不能資本化 好 不管他們怎麼說 最後我們的決定是什麼 利息可以有條件的資本化 好 不是全部都可以把它利息資本化 可以 但是呢 他要把它資本化呢 是要有條件 要判斷的 好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要談 利息資本化的快遞處理 因為我們剛剛談了 利息可以有條件的資本化 並沒有說全部可以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可以將利息資本化的資產 好 第一個太多了 哪些的情況接下來是不可以 好 請你看一下291頁 獲得將其利息資本化是 第一個是經常性重複大量生產的存貨 如果今天不是因為要蓋房子 然後準備要賣給人家 或這個建築是另外的 這是如果我是存貨 經常性的 那這種東西的話呢 他就講說經常性的話呢 是你如果是存貨 不過這個存貨 不是指建設公司的存貨 建設公司蓋房子 他可以當作他蓋這批商品的存貨 他講的是一般的 譬如說我是製造電腦好的 電腦我要買原料進來 所以我去跟銀行借錢 那這個不能當作 這個借錢不能當作製造這個電腦的產品 好 所以他告訴你 大量而且經常性的存貨 是不能利息資本化的 那如果已經可以到 已經可供使用了 好 已經可供使用了 那資產也不能利息資本化 因為我們的成本原則是到達可供使用狀態 所以他已經可供使用了 所發生的利息也不能資本化 第三個呢 我要把資本利息 資本化的資產的公民價值來衡量 好 也就是說呢 應該將利息資本化的資產 給公民價值來衡量 好 意思是說 如果符合可以利息資本化的資產 我還是用公民價值來評估啦 不能說實際上他發生成本是多少 包括利息資產來算 所以他這邊指若 如果他必須是以公民價值來衡量的話 那這個利息資本化 就不是全部都可以把它利息資本化了 好 意思是這樣子 那再來第三 第二 接下來看一下 我可以資本化的期間 好 第一個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我資初已經發 我開始蓋房子 而且資初已經發生了 我已經開始動用到我的借款的金額 資初已經發生了 然後再利息已經發生了 好 然後再來是 我現在在做的事情是 讓這個讓我的這個 我現在做的事情是有那個 讓這個資產到達可供使用狀態之下的 工程所發生的意思 那這個意思是什麼 譬如說好了 我停工期間的利息可不可以資本化的問題 好 今天我停工了 那我假設呢 因為我的利息是一直在 每天你做一定交付利息嘛 好 那今天如果我停工了 那停工的時候 一樣押入銀行利息 那這個時間的利息 可不可以把它當作你資產的成本 那這個不行 因為你停工了 沒有在做讓他到達可供使用狀態之下的 一些工程或者是生產 所以沒有必要的工作 沒有發生必要的工作 這次並且是這個資本化 好 看一些規定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好 看到那個利息 那個文字呢 你看一看 我們從事例就來解釋好了 因為你在講你那個東西的話呢 可能會讓你們都很聽得很無趣 好 這樣好像那個星星大戰 好 你有看到嗎 就看不見那個東西 你感冒頭也很低 頭髮也不能出來嗎 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406 你看有時候我上 我上次這一階上課的時候 我有很深刻的能力感 我真的有很深刻的能力感 我開始懷疑我的事韌性 好 好 所以呢 我們上次在跟我們辦公室的同事 聊一些路線講述 我們或許應該感激一下 這一些的同學 讓我做了一個很難的決定 讓我做了一個 我只是還在猶豫不決的 好 因為這個大家的 大家的反應好了 讓我就覺得我應該這樣做 好 好了 所以這個不講的 好 這是個人的事情 好 我們看一下406 再下課好了 第1 第6 好 第1哈 這是說柔育公司呢 為亞青公司成建廠房 從X7年的1月1號開工 預計兩年後完工 就是X8年底 好 那X7年為了建造這個廠房呢 它的相關 有估計啦 為了建造這個廠房 它所發生的支出 好 還有呢 它發生的一些負債 那這個負債並沒有說 為了這個廠房而去借的錢而已 所以它第一個 你可以看一下呢 它這個X7年的時候呢 在1月1號 5月1號跟7月1號的時候 分別支出了600萬 900萬跟800萬 好 這是它有三個時間點 好 去支出了這些金額 那接下來第二點 要告訴你呢 為了建造這個廠房 跟銀行借了2000萬 好 利率是5% 那X7年呢 在被動用的這一款的時候 這一筆借款之前 它的平均投資的收益有33萬 好 那再來呢 就是在這個動 這個興建這個廠房之前 有率公司具有2筆的借款 1筆的借款是500萬利率8% 另外一個應付公司的 它是平價8型1000萬 它沒有告知於平價的話 意思 折利的開銷會影響你的利息費用 好 它因為平價 所以它把它簡單化了 所以它的利息費用就很簡單 就是它的借款的金額 呈上它的利率 呈上它的負息的期間就可以了 所以它這1000萬的利率呢 是6.5% 因為平價發行 所以這個面值也是1000萬 那假設它所有的利息 都是一年支付一次 而且都在12月31號支付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請你要計算呢 它為了建造這個廠房 可以利息資本化的金額 好 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 好 我們看一下呢 我說了 第一個我們剛剛講說 我們剛剛講說 你可以利息資本化的幾個點 第一個 這個公司一定要借錢 來 第一個 好 那這個借錢不一定是為了 這個專案借款的借錢 好 不一定 但是第一個 Key Point 你要能夠利息資本化的 你一定要有借款 一定要利息資本化的金額 好 那你如果 我沒有為了這個專案借款的話 但是我有利息 我一樣也可以有涉算利息資本化的金額 那個一樣可以去計算我利息資本化的金額 所以重點是什麼 我有實際上的借款 有發現利息資本化的金額 全部可以利息資本化 全部可以當作這個資產的成本之一 但是如果 你有還沒有動用之前所發生的報酬 或者是收益的話 你要扣掉 好 這是我們剛剛講的第二點 好 那第三個我講說 你可以利息資本化的總金額 不能超過你實際上發生的利息資出 你全部發生的利息資出 是你的天花板 是你的上限 所以第一個動作呢 我會建議說我來先算一下 差七年的利息資出有多少 好 差七年的利息到12月31日為止 我的利息資出有多少 好 我有一個五百萬的一般借款 利率是百分之三 我有一個一千萬的孕婦公司 在平價大使利率是6.5% 但是因為都是一年嘛 所以表示我的期間是12分之12 因為它是年初就開始就存在了 好 所以差七年的利息 這邊算出來是40萬吧 好 這邊算出來的是65萬吧 好 所以兩個加起來呢 是105萬 再來我有個端案借款 端案借款2000萬 它告訴你利率是百分之五 因為我1月1號就借錢了 所以它也是一年 所以是多少?一千一百萬嗎? 希望你算錯 好 這是第一個 它的 它全部的利息資出 全部是205萬 換言之我可以利息資本化的金額 不能超過205萬 這是第一個 好 我先把天花板帶出來 好 告訴你自己先知道 所以我不能超過什麼金額 好 接下來連算 我可以利息資本化的金額 第一個 我專案借款的金額 專案借款扣掉我還沒有動用之前的收益 好 專案借款利息扣除收益 我專案借款的利息是一百萬 兩千萬乘到百分之五 那我還沒有動用之前所發現的收益是 33萬 這是資料給你的 所以專案借款它的利息支付就是 我再差七年可以承認的有67萬 但是除了67萬之外 我還可不可以承認其他的呢? 因為你想想看 我現在1月1號支出50萬 欸 還是600萬 600萬還600萬? 看一下 好 600萬 1月1號的時候我先支出600萬 再來呢 是900萬 好 這是5月1號 在7月1號我支出800萬 所以就這一年 差七年我用支出的金額是2300萬 所以已經超過我專案借款的2000萬了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看一下說 我專案借款全部可以利息資本化 扣掉如果你還沒有動用之前所產生的收益 那但是我只有我只能承認67萬的那個利息資本化而已嗎? 好 以後我們先去檢查一下 我當年度全部的支出有2300萬 對不對? 1月1號 5月1號 7月1號加起來就2300萬 已經超過我專案借款的2000萬 所以表示我有這個適用到一般借款的有30萬 300萬不是30萬 那些2300萬 有300萬 所以我要對300萬去設算 如果這300萬我也是跟銀行借錢的話 我300萬應該付多少利息 這樣聽懂嗎? 好 也就是說我實際上支出的金額 已經超過我的專案借款 那換言之就想說 我如果把我今年的支出全部都跟銀行借錢的話 我利息支出的金額不會只有67萬而已 因為我現在有300萬沒有跟銀行借錢 我沒有跟銀行借錢 但是因為我有其他的借款啊 換言之說如果我這個專案借款不是借2000萬 而是直接借2300萬 我是不是要付2300萬的利息 那我現在沒有借到2300萬 我只借少了300萬 那因為因為我都用到自己資金的300萬 所以我沒有去還這兩筆的借錢借款 好 所以因為我的實際上的支出 大於我的專案借款 而我又有除了專案借款之外的其他借款 所以我可以對超過專案借款的那部分的金額去涉算利息 好 這樣聽懂嗎? 好 所以你可以發現 我到了7月1號 本來知道5月1號之前都是1500萬 可是到了7月1號之後 我支出了800萬 這800萬你把它想成有500萬是專案借款 有300萬是一般借款的 也就是說300萬是另外的 我要去涉算它的一般借款的利率 因為我已經超過了 所以這一段是我的專案借款 所以要涉算的是這300萬 可以涉算的原因是 因為公司除了專案借款之外 還有其他借款 我才可以去涉算 好 那我去怎麼涉算呢? 這300萬因為從什麼時候開始 才會用到一般借款從7月1號以後 好 因為我7月1號 動用到這個800萬 所以其中有300萬 才會去涉算一般借款利率 所以我在做一般借款利率的計算之前 我要先算這兩個的平均利率 因為300萬我要用哪一個利率? 一個是8 一個是6.5萬 所以我要把它的一般借款算它的平均利率 那平均利率怎麼算? 好 我的年度的利息是105萬 借款的本金是1500萬 就我的平均利率 好 105萬 拒出1500萬 所以我的利率率是7% 好 所以我另外一個 我可以利息資本化的金額 就是300萬 乘上7%利率 但是我從7月1號才開始 要去涉算 所以只有半年 所以你可以算一下 我的金額 百分之7乘上3百萬 2 所以10萬零五千 所以我可以利息資本化的金額 就是這兩點 所以利息資本化的金額 67萬 加上10萬零五千 就是80 77萬五千 77萬五千 有沒有超過我實際上發生的利息? 有沒有? 我實際上發生的利息是2百萬 好 所以我可以利息資本化的金額 在294月的最底下 就是77萬五千 要不要看懂 要不要看懂 好 所以這個地方可能比較特別 好 這邊休息一下 就是讓大家先 就這個利息看懂 它怎麼算出來的 原由是什麼 好 這邊休息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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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